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今天讲长平之战的第五回 赵国换将 上一回咱们讲到说七月底 赵阔带领二十五万援军赶到长治 连坡下课返回恒旦 这是连坡一生中到此时为止 最大的一次挫折 大家都认为以连坡这个岁数 六十四岁六十五岁 这个年纪下课 也就直接就离休了 是吧 到什么程度呢 连坡这个人呢 其实在生活中是很豪爽的那个人 所以在邯郸 他的酒肉朋友很多 只要连坡在家 连坡家是流水席 就整天随时有人来 来了就喝酒喝醉了 就抬走 他自己就有几千个门客 整天他家就是乱乱糟糟的 现在听说连坡倒霉了 呼啦一下的 几乎所有门客全跑了 连坡回来这几个月 家里叫门客 一个来看望的人都没有 与连坡的落魄相比 赵阔 现在是风光无限 赵阔一上来 就是大规模的换房 把连坡原来的部队都往后撤 那些连坡重用的将军全下岗 你到后边看摊去吧 打击这个刚上来的 由骨气的将军遭到被提拔 是把全军准备转入大反攻 咱们实话实说 你说连坡和赵阔谁对了呢 就说史书上说 说连坡是主张防御的 赵阔呢 赵阔主张进攻 其实赵阔显然是对了 问题其实真正的根在哪呢 如果你现在给连坡增兵二十万 你再看连坡是不是还会坚持防御 如果给连坡增兵二十万 还让连坡继续指挥 我估计连坡也会转入反攻 防守的是被迫的 连坡运气不好 一上来第一战十万人就变成了五万 第二战说越胜冲上去了 这一下子总兵力二十万变十万了 你再想进攻 没人了 想翻本你都没本钱 现在十万对二十万你进攻 那才是脑子进水呢 连坡说防守 我心里是认为那是无奈之举 你看看连坡这一生都说连坡善于防守 这没道理 连坡防守过吗 你说在齐国连坡防守过吗 在赵吉连坡防守过吗 后来在燕国你看连坡防守过吗 连坡一生都是进攻 骑兵 你用骑兵防守 你帮我想想这个场景吧 骑兵怎么防守啊 连坡一生都是进攻 如果此刻你给他二十万援军 我估计连坡会立刻转入反攻 至少我相信是这样 所以赵阔啊 这些那些后来加之给赵阔身上的罪名 什么迫害连坡的手下呀 冒进呢 改变这个防守的策略呀 其实这都是不客观的 连坡的二十万部队打到现在不剩 不到十万人了 是吧 年头搭了脑袋的 赵阔来了让他们后撤 这没什么错 赵阔和连坡 真的 他就各项举措 其实都没有问题 无论换谁 大体上 我觉得都是这个路数 就分不出高地 你说连坡就对 赵阔就糊涂 不是这样的 而且就像赵阔说的 赵军获得增援 真的就比秦军早 赵军增援到三十万人以后 秦军是一个多月以后 援军才到 于是就在这个一个月中 历史上出现了让史学家们尴尬的一幕 史学家们最后的做法就是不写 所以这一段历史上没有记载 不是说赵阔一上来就被白起拿下的 不是 白起是一个多月以后才来 而且 白起为什么获得到前线来的机会呢 很简单 王和败了 秦军被赵阔打败了 顶不住了 谁取得的这个胜利呢 当然是赵阔 我算过好多次了 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伤亡 都对不上 是吧 赵军参战四十五万人 最终有十万四十万投降 是吧 秦军参战五十万人 说最终伤亡二十五万 我们知道战争初期 就是连波打的这一段 赵军就伤亡了十万人以上 而秦军呢 秦军最高的伤亡比就是二比十 就这种战损比 你说二十万人能伤亡多少 赵阔一来 王和的主力部队几乎伤亡殆尽 最后沦落到白起啊 用王和的部队去诱敌 这就是说王和的部队 剩下不足十万 赵军几乎就是找平了 连波损失了多少 赵阔就杀死了多少秦军 到这里就是换将以后 白起还没来以前 咱们说赵军胜了 而且眼看着这就是大胜 这二十万秦军最终按照趋势说 全得交代在长平 你现在怎么跑 你不到十万人 门口三十万人围着你呢 跑不了就只能死扛着 不过秦军的援兵 从八月开始陆续到达 秦军这才算是勉强稳定住了防线 在获知秦军增兵以后 赵阔怎么做呢 赵阔的做法是很明智的 赵阔选择后撤 是 在故事里 你听说那个莽撞的赵阔 似乎出兵第一次冲锋就被包围了 但实际上就这个最终包围赵阔的冤骨 赵阔已经进出好多次 只是因为后来有了白旗 这个冤骨才成为冤骨的 才成为赵阔的葬身之地 至少现在这个冤骨拦不住赵阔 我们老说赵阔指上谈兵不懂军事 其实我跟你说 这赵阔很牛的 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守 赵阔高明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是冰勺我就打你是吧 你人多了 现在那那我虽然有优势 我守反正就是我在在我家门口 我吃饭比较容易 你那个粮食都是从秦国运来的 人越多 你其实麻烦越大 秦国现在的敌人不只是眼前的赵军 粮食问题 这也是秦国人卖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这场战争 旷日持久 秦国其实必败 你要真的说 像有些故事里说的 说是范隋啊 用了反奸计 让连坡下克 让赵阔掌权 我跟你说 秦王现在有杀了范隋的心 这个赵阔 比连坡呀 更难缠 秦王最后算是没招了 没辙了呀 只有最后一条路 只能去求他帮忙 那秦王的心中其实不愿意求他 可现在真的没辙 不得不如此啊 这个让秦王非常苦恼揪心的 又不得不去求的人 是谁呢 我们下一回讲 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明天继续